每次攻顶后 就要换上比基尼拍照的吴继云 拍下一张张令人赞叹的美照 住在台北身材火辣的他 被山友誉为比基尼登山客 但是这个月11号 他独自一人 从南投新翼八通关上山 预计24日下山 没想到昨天打卫星电话 腾阳县山有球员 他在新翼香盆居山附近 失足坠落20米山谷 上半身受伤 下半身动弹不得 南投消防局获报 今天出动两次直升机救援 但因天候不佳未能成行 南投消防局已先派 绞成较快的三名警役霄 上山搜救 预计要两天才能抵达他的位置 下午黑鹰直升机终于起飞 但仅飞五分钟就责返 难道现消防局再挑出 绞成较快的三名搜救人员 第二批次上山搜救 难道天候允许再申请上山救援 他没有申请入山证 是爬黑山 最高可罚三千 但目前是先救人再说 然而三周前 他才在登山时失足受伤 如今再传出意外 资深山有直呼 一个人登山太危险 比基尼登山课曾在脸书统计 去年就上山127天 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在山上 虽然有网友对他的比基尼攻顶 不以为然 但都很关心他的安危 希望能平安归来 动新闻安头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